ATM的觀眾都是未放棄的 之前騰訊我們經常說 看著445那個位置 是區間底 其實現在都很貼的 如果我們要負這些位置 不如炒一下波幅算吧 行不行 試一下 但我真的不是我杯茶 因為情況就是你迷信 又這樣說 你記不記得我曾經 你開著騰訊幅圖 你記不記得我曾經跟大家說 在那個小米長期24、23元的時候 當價格是長期橫行 但你意識不到軍線已經向差 友邦長期那時90元 價格是橫行 但你意識不到軍線已經很噁心 388長期460元 但你意識不到軍線很噁心 這個 長期445或450 但你意識到軍線又準備 再一次煞開向下 現在已經出現了 在12月出現的 10天20天線 曾經升穿過50 現在又再墜下去 所以時間問題 他又會再穿445 他、美團、阿里巴巴 美團我曾經 都會覺得是三隻裏面最安全的 業績之後已經完全不對版 那騰訊 一味只有橫字 橫字都不一定要 每次都在那些位置彈 因為事實是不支持 阿里巴巴又是繼續不用說 你不要浪費精神去問這個 跌夠了沒有 因為問題是在於 為何你要這麼奧魯去猜這個底 而不去試一下其他 譬如剛才的電力、煤炭 你只是想賺錢 你現在不是做學術 做畢業論文 你不需要研究這麼學術的東西 賺錢就足夠了 所以不需要研究 9988可否說一下 說一下 就是從來都這麼壞 還要有個S字 當然他的S比其他S就沒有那麼壞 因為他已經在這邊有 算吧 你當我沒有說過 其實他也是一樣那麼壞 甚至乎可能他再壞一點 總之 一對擋了 他有S 中概股 接著他有五線空頭 沒有東西需要說 你想想 大家自己自問一下良心 上次的一三二十月份 今次11月一三二的時候 你有沒有曾經跟自己說過 要撈一三二雙底 很多人都說過 結果你撈出了甚麼 一劈屎 所以情況是在於 你不是想著 上次109 遲些109你又撈雙底 變了99 其實沒有意思 你一看死他會穿紅底 問題是遲早問題 不應該在一個 弱者行弱的情況下 無緣無故覺得他要見底 或者無緣無故覺得 100元是他的鐵底 不需要這樣想 你會想著 他要去 我可以想著